哈喽,大家好,我是娟恩姐 今天我们一起编织一款围巾 大家看一下,两种颜色搭配 主要运用到了棒针编织里面的滑针编织技巧 大家可以把这个花形运用到毛衣上面,帽子上面,还有毯子上面,都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编织教程 首先我们来起针 我们先这样打一个线圈 棒针穿进来,适当拉小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线圈里面穿入第二根棒针 那么这个线圈算作是第一针 把棒针穿进来 然后呢,把线在棒针上面这样绕一下 然后棒针把这个线圈这样挑出来 接下来大家仔细看一下后面的起针方法 首先呢,我们把线在这个左手拿的棒针上面这样 搭一下 搭在左棒针上面 然后呢,我们把右手拿的这根棒针 这样转到左棒针下面 然后在右棒针上面这样搭线 然后呢,把这个线圈这样挑出来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第二针就起好了 接下来我们起第三针,重复这个过程 先在左棒针上面搭线 然后右棒针移到左棒针下面 在右棒针上面搭线 右棒针呢,把搭好的这个线圈这样挑出来 第三针就起好了 第三针就起好了 大家看一下,切好针以后下面是一个小辫子的滑形 按这个方法继续起针 搭线 然后呢,把针转下去 继续搭线 把这个线圈挑出来 第四针就起好了 第四针就起好了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 一直起到我们所需要的针数就可以了 我们用这个方法起好针之后呢 我们下边是一个小辫子针的一个花形 比较好看 那么我们这个花形的起针规律呢 是4的倍数加9针 我们今天呢,起49针 4的10倍加上9针 也就是说中间呢是10个花形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 决定自己的起针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总共是起好了48针了 把最后这个线圈这样挂上来 总共是49针 对应49个线圈 那么起好针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开始织第一行 前面三行呢 我们是不加针不减针 织在49针就可以了 每一针都织成正针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织正针 非常简单 正针呢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下针 我们来看一下正针的织法 我们直接在第一个线圈里面 这样穿针 然后呢,绕线 右方针把线圈这样挑出来 然后同时呢 左方针上面第一个线圈脱落下来 第一个正针就织好了 继续织第二针 串针进去 绕线 挑出来 脱落线圈 第二针就织好了 第三针正针 第四针正针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 连续织好三行的正针 每一行都是织正针 现在织的是第一行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前面三行的正针织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织第四行 第四行呢 我们就需要开始织花形的部分了 首先呢,我们先织上三个正针 那么这三个正针呢 属于是边缘的三针 它无论是单数行还是双数行 它永远是织正针 我们先把前面三针织好 它属于边缘的三针 织好边缘的三针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织花形的部分 花形部分呢 也是先织三针正针 边缘部分呢,占去了三针 然后接下来又织了三针 那么我们是四针唯一织花形的 花形的第四针 大家注意看一下 串针进去 然后呢,我们在这棒针上面呢 绕两圈 第一圈 第二圈 绕线两圈之后呢 再这样钻出来 线圈脱落 接下来第二织花形 先织三针正针 第四针呢,绕线两次 先织好前面三针 至正针 然后第四针呢,大家看一下 绕线两圈 然后呢,挑出来 线圈脱落 第三织花形 三针正针 然后第四针 绕线两圈,挑出来 那么我们这个绕线两圈的这个第四针 就是我们后期要织滑针的地方 它的准确叫法呢,叫做滑针 但是我个人呢,习惯叫做掉针 所以后期呢,我会把这一针统一的叫成掉针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中间部分呢,总共是织十组花形 那么每一组花形呢,占据四针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起针针数里面的那个四的倍数 因为我们无论是织这个小片也好,织为近也好 所有两侧呢,要保持对称 所以呢,我们在织完第十组花形之后呢 我们需要再给它单独的再加上三针 以保证两侧的对称 大家跟着我呢,先织到最后 这是第十组花形,织好了 织好之后呢,我们需要再格外的织上三针 保持对称 边缘部分的左右两侧呢,也是保持对称,也是三针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最终呢,要加上九针的原因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第四行就织好了 接下来翻转过来,我们继续织第五行 第五行呢,我们需要带入绿色线 当然我们这个颜色搭配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个人的喜好去搭配这个颜色 我们带入这个墨绿颜色线 我们再织的是第五行 直接把这绿颜色线这样套住,调过来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绿色的线尾和这个浅色线这样绕在这个长的这个绿色线上面 继续织第二针 先把边缘这三针的正针织好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织第一组花形 还是前面三针,我们织成正针 然后这个第四针呢,是我们上一行绕线两圈的那一针 我们简称为掉针 这一针不织,直接这样给它挑下来 就可以了 接下来织第二组花形 前面三针,织正针 然后呢,第四针呢,我们给它叫做掉针 直接这样给它挑下来 这样就可以了 下一组花形 三个正针 然后呢,把这个掉针这样挑下来不织 大家跟着我呢,把这个第五行给它织好 好,大家看一下,我们这第五行织好之后翻转过来 我们继续织第六行 先把前面三针织成正针 边缘这部分呢,我们之前说过的,永远是织正针 还是用绿色线来织 先把边缘这三针织成正针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织花形的部分 第一织花形 我们把线绕到前面来 这一行的花形前三针呢,我们要织成反针 大家注意一下 从下往上这样穿针 绕住线 调针出去 线圈脱落 这是反针的织法 第二个反针 然后第三个反针 那么只好三个反针之后呢 第四针这针掉针呢,同样的方法还是这样给它调下来不织 它需要调三行的 接下来第二织花形 三个反针 接下来,这针掉针调下来不织 下一织花形 就按这个方法呢,我们把这个第六行这一整行全部织好 好,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第六行呢,一直织到了最后 中间花形部分呢,我们织的是反针 最后的边缘部分的三针呢,我们同样的是织成正针 前后保持一致 把线绕过去 这三针呢,织成正针 好,我们这个第六行呢,正式完成 反转过来 我们继续至第七行 那么我们这个第七行的织法呢,就和前面第五行的织法是一样的 前面三针织正针,那么花形部分呢也是织正针,再一针调下来不织 大家跟着我来织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浅色线这样搭在这个绿色线上面,往上带一下 一定要这样给它带一下 前面三针是边缘的三针,都织正针 然后第一组花形 三针织成正针 然后第四针这一针掉针呢,还是这样调下来不织 第二组花形 三个正针 然后调下来不织 按这个方法呢,把这个第七行这一整行全部织好 好,我们这个第七行织好之后呢,我们继续织第八行 那么第八行就和第六行的织法是一样的 边缘部分的前三针,还有后面这三针呢,永远是织成正针 中间部分呢,我们是要织反针的 那么我们用浅色线织的这个掉针呢,就需要给它织起来了 已经掉了三行了,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四针每一组花形,对吧 那么第八行在织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每一组花形的这个 三针绿色线的第二针的这个位置 重新呢,再给它织出一针掉针来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具体织法 我们现在织的是第八行 先把前面三针织起来 都是正针的织法 然后呢,我们开始织第一组花形 这三针呢,我们应该是织成反针的 第一针,织成普通的反针 然后第二针,是中间的这一针 我们把这一针呢,织成掉针 也就是说呢,把线在棒子上面绕两圈 挑出来 第三针,织成普通的反针 那么浅色线的这一针呢,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直接给它织成反针 第二组花形 第一针织成普通的反针 第二针织成掉针 绕线两圈 第三针织成反针 这一针织成反针 大家跟着我呢,把这个第八行 这一整行全部织好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用绿色线把这个第八行也织好了 这个绿色线这一部分呢,我们总共是织了四行 五六七八这四行 接下来我们织第九行 我们换成浅色线来织 边缘部分的前三针 永远是织成正针 好了,边缘这三针织好之后呢,我们开始织花形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第一针织成普通的正针 织一针正针 第二针是新的掉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中间把这三针织起来 织三针正针 然后呢,就又到了我们这个掉针的地方了 这一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 三个正针 就按这个方法呢,我们把这第九行 这一整行全部织好 从我们刚才来说 1针织 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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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针